丛林告诉帝君凤九不见了 帝君有些着急 让丛林在殿内寻找 自己则派众仙各处寻找凤九 哲言上神带凤九来找聂初营报仇 两人走后聂初营受到侮辱 很不甘心 凤九报完仇后很开心 哲言上神察觉到聂初营的反常 凤九去和爷爷请罪 哲言上神让凤九找小阿里求情 爷爷果真免去了对凤九的责罚 帝君在各界寻找凤九的事 被其他仙人在背后调侃 幸运的是帝君终于找到了与小阿里希希的凤九 与敏苏一起逃跑的姬衡在途中秋水毒发作 敏苏正想替他疗伤 却不想姬衡的哥哥追来 姬衡为了救敏苏反抗哥哥 结果受了重伤 别走 敏苏很自责拔刀自尽 临终前告诉姬衡她是女儿生 通过回忆 我们知道了敏苏爱的一直是姬衡的哥哥 旭杨 可旭杨一直蒙在鼓里 还提防敏苏 姬衡忍受不了敏苏去世的打击 与哥哥旭杨恩断一绝 抱着敏苏的尸体跳了牙 魔君旭杨前来请罪 帝君表示不再追究 天君也网开一面 帝君替三殿下求情 免了三殿下的罪 而知赫贬之西荒 知赫怪罪帝君没有替他求情 帝君让知赫反思自己 并无情理点 聂初营找到姬衡 发现姬衡已经失忆 露出了阴险的笑容 帝君发现魔尊的异常后 前去查看 魔尊发现帝君受了重伤 回到殿中的帝君支撑不住 陷入昏迷 丛林提议 在帝君沉睡的百年间 让帝君投身去凡英谷 凤九回青秋后 追求者众多 却都被凤九一一吓跑了 小精卫有些惋惜 投身凡英谷的帝君会遇到什么事呢 凤九何时才能与帝君再次相遇 与之后事如何 请登陆腾讯视频搜索 三生三世诊上书速看吧